程先生住在宁波银州区周嘉莱自然村 平时主要做五金产品的代加工 他有一个11岁的女儿 上小学五年级 5月30号走一晚 信用卡里面缺钱了 我看到签信用卡了 我才发现了 信用卡里面差4600多块 他打游戏打到17630多块 程先生介绍 他平时不太上网 就托朋友帮自己整理了消费明细 涉及到11家收款方 有公司也有淘宝账户 其中金额最大的四笔分别是 藏宝格卖家2829.58元 广东天城4017元 网易1232元 武汉华中时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522.72元 接着看了一下程先生的支付宝账单 转给网易广东天城的 基本上用于购买弹币和礼包 转给武汉华中时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都用来买了圈币 完了蛋奶派对和名人朋友圈 然后这两个游戏也充了钱 然后蛋奶派对之间在藏宝格买了个账号 藏宝格它是卖账号的平台 网易其他的 然后我买了个账号 那为什么你要去买一个账号 当时他玩 那个时候男人养账号就买了一个 圈币是哪个平台的 名人朋友圈那边 用来游戏上交易什么的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 这半年吧 蛋载派对大家都很熟悉 但名人朋友圈这个软件 记者还是头一回听说 上网搜了一下 这是一个语言cosplay 也就是语言角色扮演的 匿名聊天交友平台 成先生的女儿告诉记者 在名人朋友圈上 她有很多聊得来的好朋友 可以建立情侣小窝 佩戴戒指展示 圈币就是用来抽戒指的 那如果你要抽一个戒指的话 要花多少圈币 几百几千那种 它保底是五百 那五百圈币要花多少人民币呢 人民币十几圈币那种 那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长时间一共穷了多少钱 不知道 没算过 那你知道爸爸比如说 每个月挣多少或怎么样 收入怎么样 不知道 没什么概念 程先生说 游戏绑定的都是自己的身份信息 手机支付密码 女儿也是知道的 但没有想到她会充这么多钱 平时她是 不是学校有事 有作业这些嘛 有手机的 但是那个是账号上没钱的 只是我的手机 她拿去的 她头上默默拿去 都拿去都充的 我的数据嘛 她意思是说小孩不懂嘛 要把这个游戏钱全部退回 平台我是去申请申请 这个里面我又不懂 不知道怎么申请 名人朋友圈 没有官方联系电话 联系后台客服 对方表示 关于充值问题 可以使用电子邮件 提交相关信息到邮箱 会有专门的人来进行受理 记者按照要求 发送了邮件 发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记者也联系了网易方面 工作人员表示 家长的情况 已经反馈给了相关同事 目前正在进行核查 1818黄经验记者宁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发行